就好比是这个美国亚太柱青所讲的 现在中国已经是无法无天的恶霸了 他完全不管有任何的法治概念 他们是不管的 无法无天的恶霸 所以我们看到 克拉克他来到台湾 之前阿扎尔来到台湾 他们就是要用共机扰台的这个方式 而且一次一次真的是变本加厉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国防部就公布说 有18架的这个共机 不是架次是18架 被我们掌握了 而且你可以透过这一个公布的图 示意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是海峡中线 整个外围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他们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 有三度是刻意的越过海峡中线 任俊哥怎么看 而且你如果从这个公布所揭露出来 他的这个所谓的航机图来看 你会发现到他又有不太一样 因为前一阵子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ADIZ的这个所谓西南方的这个位置 是比较长他们接近的这个地方 可是在过去第一个共机 他可能在这边所接近的这个区域里面 你会发现他都刻意避开所谓的海峡中线 也就是不去进入到敏感的这个位置 然后都在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周边 这边进行活动 再来就是他所飞的这个机型 一般来讲大概就是属于轰自备的 也就是他是比较慢速的这样一个飞机 甚至是有这个所谓运自备的 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个比较慢速的 可是你看到在这个图里面 其实有些不太一样 是这一次公布的这个航机里面 包含到有所谓的轰6 还有所谓的歼16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歼16这个部分 事实上他也是很刻意的在 海峡中线这个地方经过 而且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 你会发现到 他其实不是说我误闯进来之后 我就立刻离开 他还刻意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往回走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过去他可能还会 最少还避讳 我虽然是跟你挑衅 但我稍微避讳一下 我不让你有话 直接来跟我讲说 你看你把我背过来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第一个 他不避讳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国防部 还帮大家整理出来是 他所飞的这几架的 他的机型 那当然比较会让大家 会比较去关注的是 比如说歼16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战机 总共有八架 那这个看起来不是八架 是所谓的八架 那因为国防部没有吸到 就是说公布他 到底哪一个单一时间 是几个架式 可是这个对于 整个的军事状况来讲 或者对于两岸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更大 而且更具体的一个 所谓的威胁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看到 他这个所使用的 这个故意去洗脑 这个飞机来讲 他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当他开始告诉你 讲说我用尖 开头的这种东西 那这代表他是战斗机 那战斗机基本上 他的速度就会变得更为快 而且如果他的战斗机上面 还带了所谓的实弹 那当然他的挑衅意会 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是 因为海峡中线这件事情 不是昨天才画的 所以我相信两岸的飞行员 都很清楚的知道 即使空中没有用红绳子 拉一条线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区域里面 尽量去避开 可是当他的飞行员 现在已经实质的告诉你 讲说我不是不小心进去的 因为你在怎么不小心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状况是 在那个板上面的这张图里面 你会看到他不是只有单一地点 他其实还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他都试图进入这个海峡中线 而且我们现在拿的这个 叫平面图 你如果把它放到立体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在这一次 国防部所揭露的这个资讯里面 他还包含了 他从不同的空域里面 试图去进入 因为他不同的机型 他在空中的那个高度 其实会不一样 所以当他从不同的高度 试图进入到 跟台湾更为接近的 这个敏感地区 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 去接近到距离台湾 这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机敏的位置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是什么你知道 他在试探 也就是我在这个高度里面 我在比如说 好我今天三点起飞 我结果起飞三点五分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高度 就被你侦测到了 那我如果换低一点的高度 我如果再换低一点的高度 他之前有测试 不同的时间点 比方说三个半年 或是一早天 没亮的时候 那现在跟你测不同的方位 现在跟你测不同的高度 所以我认为这当然 对于整个我们的空防上面 当然台湾的空防没有这么弱 我们那个雷达基本上只要你共军从机场起飞 我们大概都可以掌握得到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去主动发布说 共军在他自己的沿海的部分 他飞了几架次 飞了多久 几架飞 然后他们在干嘛 我们不会去报这个事情 但问题是当他很刻意的往这个方向去 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他现在做的就已经不是单点的测试了 他现在在做的是面的测试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这一线通通都有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里离我们大概应该是在新竹的位置 更近了 就是他如果就直线距离来讲 你光看这个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近的一个位置 那他为什么刻意要做这样的东西 你以前可以比 我记得之前距离屏东说是90公里的样子 那这一次的距离看起来 应该是好像更加接近的 如果就战斗机的速度来讲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距离 不会太不需要太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当然更严格的去考验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军 在整个的整体空防上面的应变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一次 不是还刻意一定要发布讲说 我们的这个防空飞弹 全程的都在监控整个供机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认为当今天国防部发布 这样一个讯息 跟你现在看到这些航机图 再跟过去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军机 刻意去洗台的这个 整个的做法上面的改变的时候 你现在告诉我说 国民党的这个很多事情 他不去针对这个东西 去告诉中国大陆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 还在讲就是说 我买自己去跟他讲一讲 我讲实话刚刚提到一个 叫做中国 叫国民党的这个政策 现在叫做什么 叫做亲美和路 他们不敢讲中 他们讲和路 可是你的口号虽然是这样讲 如果你的做法 让人家觉得说 你其实是在亲中的时候 那才是你真的很大的悲哀 就是说你的亲美跟亲中 你没有办法拿出一个东西来作为分界 可是对于民众来讲就很简单 你今天看到这个航机图 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威胁比较大 他今天如果是真的他的操纵干部 刚才说不好意思 我就手插一摸一摸一摸 我就继续跟你背过去了 你认为这种一天二十几架次的 二十几架飞机这样 一次来个八架 一次来个几架 对于大家来讲 到底是国民党你应该去亲美还是亲中 所以我就讲就是国民党口号 其实讲得很白 他当然不会讲自己亲中 因为他怕被骂 所以他一定讲说他要亲美 那你告诉我 你们亲美的政策是什么 你的手段是什么 当你的委员在立法院里面 去告诉人家讲说 你不要跟美国买太多东西 我跟你讲美国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当你们的人不断在那抗议讲说 跟你说他就是来乱 他就是来逼你囤什么东西 我认为那些东西可以和你讨论 可是你如何透过你的手段 去跟人家讲说 我在亲美的这件事情上 我到底要怎么亲 还是你只是所有东西 只是觉得没关系 他做任何事 他打我头我都忍 我会到对岸去的时候 跟他讲别的再打我头了 这个论述就很难 所以国防部为什么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军事的讯息 发布的非常多 是因为他真的有别于 过去那么多年来 中国大陆他在 不管你要做长训的训练 或者你要做远航的训练 不管你空中或海上 他都知道哪些东西 会造成两岸的敏感神经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不避讳了 如果中国大陆不避讳 那其他的人你要避讳什么 就国民党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你也要避讳讲说 不行我就还是没看好 我就讲真的 这种东西 国民党按照现在的立场 他应该立刻就出来谴责吧 而且不是找议员这种来谴责 不要找犯人 你党主席都能够有机会 说这么多的话 你们高层都有机会说这么多 你们就应该很明正的表达你们的态度 这才是大家觉得说 在现在的两岸关系紧张里面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愿意松手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愿意在这件事情上 不要一天到晚给你搞 以前还搞内宣 搞文宣放个影片 就是讲说没有啦 他就是演习 他就是设定很多部队 你跟我说今天这样 你拍是你拍什么 他是静态的演习吗 已经不是了 是一位 是一位